超级美味的香蕉饼看到就想吃,是不是?那么香蕉饼是怎么做的呢? 其实香蕉饼的做法是超级简单的,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吧。 一,将香蕉剥皮后,用勺子压一下,倒入准备好的面粉中,面粉用普通的面粉就可以了。 二,在面粉中依次加入鸡蛋,半杯牛奶,然后将所有材料混合搅拌均匀,静置10分钟,让所有食材充分融合。 注意,在倒入牛奶的过程中,要一边倒一边搅拌。 三,稠腻程度,必须是一勺子舀起来,淋下去的时候面糊不断。 四,在锅中刷少许油,将搅匀后的面糊倒入平底锅摊成小饼,等面饼凝固后,翻个面再煎。 首先,注意用小火。 五,翻面,继续煎3到5秒,烙好的饼可以切成小方块,以方便吃。 注意,要煎成均匀的焦黄色,一定要一面完全煎好,再翻面。 翻面了,再翻回去,是不行的。 好了,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,今日讨论的话题是香蕉饼的做法。 如果你有更多方法,欢迎留言分享。 想了解更多生活小妙招,欢迎点击右下方关注订阅。